你怎麼會這樣做 你怎麼會這樣做 進入職場的第二年吧 我就因為所有的事情壓力太大 家庭、親情、友情跟感情 全部一起垮掉 那個狀態其實對一個社會經驗來說 很難去負荷得了 所以當我發現我自己 情緒不對的時候 我就看醫生 醫生說我有憂鬱症 應該是半年開始 我發現我正視這個問題之後 我就不吃藥了 然後我一直很努力的用自己的 給自己的一些比較正面的想法 去轉換那樣子的心情 讓自己去走出那樣子的狀況 我大概也是花了快一年的時間 然後後來我覺得很棒的是 我真的自己走出來 我沒有靠任何的藥物 我告訴我自己很正面的一些力量的時候 我可以靠自己走出這樣的情緒 其實養小孩是一個很累 可是很好玩的過程 也為了第二胎做準備 我覺得有些東西其實可以記錄下來 有一些是譬如說育兒的過程啊 副食品啊 還有一些心情上面的轉換 都會讓我很想要記錄到 這一個moment 我現在遇到的一些狀況 我覺得 但小孩是一個很幸福 可是很累 然後又需要很多耐心 很綜合的一個狀況 對那 這個狀況對我來說是成長 也是自己要需要去克服的一些問題 那我現在既然有了這些想法 我就想要全部記錄下來 我就把它分享在我的部落格裡面 我覺得很多媽媽或是女性都會覺得 我應該要當一個偉大的媽媽 可是我覺得媽媽其實不需要偉大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可是你不用把所有 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變成自己應該做的 連老公那一份都攔進來的時候 你很累 可是先生根本不知道你在累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參與 對我來說是 我前面的經歷 到現在給我的正能量 我覺得養小孩的過程 這股正能量是我到生完小孩之後 我才發現我有這樣子的力量 你給小孩什麼樣的態度 其實小孩都知道 像一開始他的個性其實非常的暴躁 在月子中心跟在音樂哭最大聲的就是他 很急 可是現在大家都會說你小孩很乖很天使 我覺得其實我回想我覺得是 我們給小孩子的態度是什麼